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特意吃完 和超人主持這個超人的答問 因為很多粉絲 我們先處理你的粉絲的問題 今天私有互動 和粉絲聊聊天 這是什麼來的?有人送雞蛋撻過來嗎? 是嗎? GarianV他們說就留下了 只要吃甜蜜 你們粉絲每天早晚都有 太多蛋撻 好,先問答答 那請多謝好了 超人日日上亞洲為什麼不開電影? 支持本地娛樂施馬 可以拍大師開出金融股學仔之江湖大風暴 這個我跟大師經常在一起 除了做節目之外 就默默這樣去默針就是搞開戲 現在就搞一個project開戲 就在籌期 開戲最重要的是什麼 當然是誰啊 那現在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嘛 我們其實project就有幾十個了 不過問題就是錢在籌備有 現在就搞一個發展基金 有一次跟大師吃飯 他給我看一本書 這本書很過癮啊 不如拍了它吧 大師說行不行啊 我說我覺得也行啊 如果是便宜的 趁著現在的市場很好 有些氣氛入場 拿了大師的短片小說 軟著改編 那是鬼片來的 我覺得鬼片在現在 有得做的 有得想的 鬼片 沒錯 那還是賭片 所以就叫做賭鬼 真的嗎 賭鬼 沒有理由不行吧 現在就是賭鬼片 不用卡士都行 古今中外都是 如果你沒有什麼卡士 你搞一部鬼片 嚇得人的 年輕小子喜歡的 青春一點 會刀仔腳到大樹 至少這些東西 是先像港產片 對嗎 最好的鬼片 最好的就是 又不用嘻嘻嘻 又不用那麼沉重 又不用那麼政治性 最好大家進去那裡 黑輪飆身冷汗 最無得的 跟喜劇一樣 喜劇一樣 喜劇是笑餐猛 那裡就飆身汗 都是做福人群的 至少 煩氣攻心 毒舌大了 不是說不好 不過不好像港產片 是呀 賭這些片 是香港人 知不知白的 所以我喜歡 達斯推銷 他那個理論 就是沒得定的 鬼片 就沒有卡士 通常都會堆在大樹 都行 加上賭片 賭片很久沒看過 又是一個成功的雙禁類型片 賭加鬼 比賭 一定 計算數 怎麼都有五六百萬 都不能收拾 這個理論都對 都算得出來 當年 吳悉遠銷售賭性 就是這樣 賭片 就是有觀眾層面的 跟著我加特異功能 就銷好了 賭片一定有本場客 我加鬼 鬼有年輕女看 年輕女看 應該 不會說很大賣座 因為沒什麼卡士 但我覺得 補一補本 在朱培尼亞的新人 應該都算得到 第二 可以拍大師開套 金融古惑仔之江湖大風暴 我相信是比較 我就不喜歡這些氣氛 金融古惑仔 金融就是金融 我自己才是 金融片其實是沒有片 你看看 其實中環四海 那是否中環風氣 或者是大時代的 那些其實是沒有片 哦 如果你拍鼓 金融古惑仔是不適合的 其實沒有片 就是金融片 那些小資 復仇 你千萬不要以為 金融片 就要吃腦 又要說什麼金融師 又要說那些數 好像The Big Shock 那些以為是說金融海嘯 那些 千萬不要 就是用回 武學片的套路 是比較好處 看金融片的人就是想你 不要銷路 不要太銷路 就是想你這樣說 不是想你看些什麼 是想你看些 恩怨情仇大快人心 還有想看你那些上流社會 其實就是看上流社會 所以這個是沒有商業的 其實就是 類型 就是也是套入一個類型 就是你找什麼提材都沒有所謂 你套入一個類型 譬如說我套入一個叫做 武學片類型 或者我們 譬如張藝謀這樣 滿江紅這樣 雖然是主旋律戲 歷史片 但是他套入了一個叫做 間諜片的類型 是的 但是你猜誰是間諜呢 就是這樣說 一定套入一個類型 去講一個故事 沒錯 Hello 大家好 你好 這個鐵探踩過界 已經是幾年前 已經是幾年前的事 曾志偉已經明顯進步 還有目前黑暴最前線 是夾全方位盲插TVB罪人 垃圾MIRROR都是黑暴產物 最近如什麼小股東聯盟企圖要TVB折埋 以為加上黑記就可以用輿論壓力逼TVB變黃絲台 超人私人明顯看黃媒太多 晶哥絕核連銷大打串 馮瑞凡都不知道 好心聽多些屈姐每星期K2 首尋 首先最後一句是絕對正確的 好心聽多些屈姐每星期K2首尋 不過他見了什麼見了太多 這些天天都要看 這個簡直是紅頭文件來的 必然要看 不過你說我看黃媒太多 其實我真的 我老實說我時候都不知道什麼叫黃媒 其實我真的看黃媒太多 我真的不看藍媒 黃媒也看得少 藍媒也看得少 所以我才這麼興 因為我看黃媒太多 所以才這麼興 沒有啊 我有時想看一看黃媒說一下 我們有些資料說一下 但真的實在都沒有時間看 什麼黃媒藍媒我也是比較少時間看 多數都看屈媒而已 是的屈媒 黃媒比較多些 但問題就是 老實說 我之所以經常罵黃媒的原因 就是我真的看黃媒太多 我都承認我自己就絕對看黃媒 我真的要多看一點點 就是要抗迫國光譜 多點思考 這樣才可以多些談話資料 至於曾志偉、曾生 入轉TVB明顯有進步 我覺得他挺團結的 就是他作為一個領導人物 是令到整間公司的企業文化 是站出來的 就是節目水準 大家再慢慢講得起 是的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也很熟悉他們的性格 是霸為人做事的 是 曾志偉從來都是 這麼多年來 他都是殺老闆自己的人 是的 他應該都割了很多個老闆 是 所以他對於電影業 演示娛樂事業的貢獻是很大的 很大的 所以在他手上也是割了很多老闆 所以他的貢獻是分得暈些 所以利益均念之下 曾志偉在這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 所以就是明顯做沒有 就是和諧程度會更好 他整個企業形象方面 或者員工的向心靈 他做得出來 有什麼事跟志偉談 或者你坊間 起碼提發 如果志偉進去TVB 有什麼節目就找阿志偉 至少他 因為他除此之外 他在街外就有辦法 是的 所以如果他在TVB這樣 然後他在街外有辦法 於是他就可以 因為他自己手上有預算 你才能擺平到利益 他可以擺平到整個圈內圈外利益的狀況 而且是挺好的 譬如說你當 現在你都冠名了給TVB 就是CCTVB 又是藍媒 又是建制 我覺得都好 我就是藍店 我跟中央靠近 起碼我的企業形象就好些了 相反 放了一些資料給你聽 港台就站得不硬了 好像今年十大警察金空 他就頒給Milk 就是說很多東西賣帳 就是分不暈 可以不 但我想每日都不可以不頒給Milk 就是他很多東西分不暈 所以英王有些少少 什麼什麼什麼 柔哥手 英王很多就缺席 今年分不暈 就是因為那個領導 那個他不懂得擺平 那就是當然了 曾志偉和英安官是不好的 起碼要擺平 大家下台 你不要在那一旁 慢慢來 做這些江回事 趙偉都是很純熟的 當然有時候會得罪人 就是找人去拆 最慘是領導不懂拆 不想拆 不肯拆 那就麻煩了 不是拆鞋 拆鞋 拆得好 拆鞋都要 第二就是 我看看是否明顯進步 黑暴的前線 全方在盲插TVB聚人 垃圾黑MIRROR 都是黑暴的產物 毫無疑問 你說MIRROR垃圾 可以不可以 我死了 我真的沒聽過MIRROR 很完整 但是 我認識的人 沒怎麼聽 每個人都很實際 有人很喜歡 我不排除 演唱會都去看 很開心 我就不是去那杯茶 所以小股東聯盟企臺 要TVB接賣 我就可以告訴你 小股東聯盟 絕對不是要TVB接賣 他們想在TVB 因為他們做了一些 他們是想 他們是想TVB 受他們玩 明白嗎 大家都知道 武漢館 如果我入到TVB玩 有些權力 有些東西分 只不過小股東聯盟 或者企圖 是自己成為 分餅仔的一部分 以為加密黑記 可以用輿論壓力 逼TVB變成黃絲台 其實TVB已經是黃絲台 尤其是那些基隆 做事那些很難失了 很難失 It's going to be night 很難失望 裡面不好 所以再說 清國 劝勇 連宵大打 馮淑萊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了 S&Q 之後我又忘記了 就是我又看了 忘記了 很多個月 这些叫做做忘记 很容易忘记 做忘记 即是坐在这里已经忘记了 所以拿完就忘记了 这样就是这样 今天答问就是这麽多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